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周二表示 鉴于中共的人权揭露 应该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而世界各国元首应当避免出席北京冬奥会 民主党中议员曼高文表示 应该推迟冬奥会一年改到其他的城市举行 美国国务院已经把中共对维吾尔人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打压定性为种族灭绝 而中共对香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镇压 也令西方社会震惊 新唐人记者李博文综合报道